週五 救援隊在巴厘島以北95公里處繼續搜救 印尼軍方表示 探測到水下50到100米處 有物體發出強大磁力 但不確定是否是失蹤的潛艇 軍方表示 這艘柴電混合動力潛艇 最多可下沉到水下500米 再下沉就會有致命危險 但巴厘島海域最深可達1500米 印尼官員還說 即使潛艇保持完整 艙內氧氣也只能維持到週六黎明 另外 附近海面發現郵寄 但不確定是船體破裂 還是潛艇發出的求救信號 週五 澳大利亞派遣了支援艦 以及具有聲納功能的護衛艦 美軍派遣了空降師前往支援 美國和澳大利亞派遣了空降師 然後澳大利亞派遣了空降師 關於事故原因 印尼海軍此前發聲明表示 潛艇可能發生停電 失去控制力 下沉到700米深度 有德國潛艇專家表示 這艘潛艇的潛水深度比建造時下降了許多 該潛艇2021年在韓國完成為期兩年的改裝 印尼軍方曾表示 潛艇狀況良好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上鏡 綜合報導 唔吾